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主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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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士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副属新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上海市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功能神经外科学组组长 脑内的发病率应该说是 这几年越来越高 我们发现另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医院以后 发现这个肿瘤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后期 实际上这些患者都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期 所以我们一直在临床 一直在推广 就是怎么能够早期识别肿瘤的早期这些症状 实际上对我们最终提高这个治疗效果是最关键的 脑瘤的早期 会不会释放有哪些病症和信号呢 在肿瘤的早期 它会在我们头面目的五官 头面目的五官都会有一些预警信号的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注意的话 那可能会更早地去识别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五官发出的脑瘤信号 首先是眼睛视力下降 现在视力下降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它可能是眼科的问题 也可能是颅内的问题 其实脑瘤引起的视力功能的障碍 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通常从脑瘤来讲可以总结为三块吧 来 我们可以看到视力模糊 视野不全和复视 我现在有点心慌 因为你提脑子有问题 然后一提视力问题 我就觉得我这个近视 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视力模糊 大家看这个图片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看着本来一个很好的景象 你看不清楚了 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 可能在真正的生活会说 比如说原来肚子很好的 现在拿了报纸肚不下去了 那会觉得是老花眼或者是近视了 对 但是你不管怎么 你会感觉到我的视力在减退了 那么第二种呢 我们常见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视野不全 那么视野不全顾名思义的 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景象 实际上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正常人 往往能看到差不多180度这样一个视野 那真的如果是脑瘤肿瘤以后 它营起的视野不全 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正常世界上 我们会快缺失了 可以是两边的缺失 也可以是上下缺失 也可以各个角度的缺失 是不是很危险吗 对 所以我们蒙诊 看很多患者来的时候 就都是这样的 有些人比如说我是骑这个自行车的 突然有一天我在路上 本来前面一个沟 他不知道 他看不见嘛 就撞过去了 如果碰到别人 那就把人撞了 真的有这种症状的人 他自己是没感觉的 李主任我们可以自测一下嘛 比如说我现在正常地看前方 我是余光可以看到方飞姐 可以看到这边的镜头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是达到180度的 但一旦我其实看不到方飞姐 看不到这边的时候 我只能看到一个局部的时候 或者只能看到上面 或者下面的时候 就证明我已经是有问题了 那一定是有问题了 那第三种情况实际上 就是我们浮视了 浮视当中可能大家比较理解 或者很多人甚至会有种感受的 就正常上我们也会 是有种浮视的感觉的 对 我经常会看重影 是的呀 比如说我被注视一个东西 你盯着它看 看一会儿有这个 它就会变开了 虚幻了 对 甚至会看到一个 看到两个甚至三个 还甚至四个 对呀 当然这个是不是病态的 然后你一不注视的 就恢复正常了 对 但是我们讲的是这样子 所有的浮视 它始终是这样子的 而且这个浮视 它往往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我向左看浮视 向其他方向不浮视的 它有某一个方向浮视 所以这个实际上 对人的生活影响非常大的 对 它看东西永远是不确切的 想一想蛮可怕的 好比方菲姐是我的女朋友 你伸出一个手 我不确定她的手在什么位置 我就牵不着她 对的 因为我看到是两个手 对的 除了这个视力的减退 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眼球突出 我首先反映的是不是假抗 对 假抗会有眼睛突出 还有一个就是你浸视的话 度数加深的时候 也会突出 就是你戴眼镜戴的时间久了 你摘下来 比如说超过多少年 你突然摘下来 你眼球有可能是突出的 对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 可能都比你们讲的要严重 颅内的其他病变引起了以后 所以这个眼睛是往前推的 而且这种突眼会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而且它静感性的 不管是自己 也会有这种感受 或者是旁边一看 你这两个眼睛 明显不一样了 就我身边是有这样的案例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 大概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 发现他一个眼睛 第一是突出 第二是朝下 就是有点上下眼 等他上到大班的时候 就越来越明显了 后来没办法去看医生 里面他应该是长了个肿瘤 如果要把肿瘤切除的话 会影响到视神经 可能他现在就失明了 失明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什么手术呢 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手术 就是去把这个眼皮拉伸 为了把两个眼睛一高一低 就是看起来好看 但是肿瘤还在你这里 像你刚才讲的案例 就是我们临床上也碰到很多 但是从我们医生角度讲 还是发现了太晚了 就如果真正再早一点 其实那个瘤子比较小 其实还是可以去做手术的 但是到后期实在是没办法了 两难了 你说把肿瘤切掉嘛 那个神经又没有了 你说不切嘛 这个肿瘤在最终也是不好的 听起来就觉得很惋惜 所以我们要早期地发现肿瘤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耳部会给出哪些信号 听力减退 单侧耳鸣 接下来我们要给两位健康分享员 听音两段音频 脑肿瘤的早期患者会出现其中的一种声音 你们觉得是哪一种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A 像这个缠叫的声音 对 好 这个很刺耳 这是B 好 可以了 我觉得可能是B吧 B 对 因为那个曲瘤声 我觉得它就像是大自然的声音一样 很动听 很动听 然后B它就很尖 然后 而且我在听到B的时候 我甚至我觉得好像我耳鸣了一样 对 就那种尖尖的 确实很刺耳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A 大自然的声音就是很正常 可能它就忽视了 因为这是早期 两位都有道理 我觉得A和B好像感觉都挺像的 我们的换者会形容 他听到的声音各种各样的 这不过我们可以大这个的氛围 这两类高频低频的 那么先第一个A实际上是我们叫低频的 这种声音往往就是它这种双尺耳朵都是这样子的 对 而且一天到晚就这样子 属于我们很多患者来盲诊看着 你看我就听一听他的声音 他一个给我说这个信号 我就知道 多数脑子里没有大问题 没有大问题 对 可能就是脑子缺血了 并不一定真的长瘤子了 这种概率可能比较小的 但是像B我觉得刚才中华讲的那个 我觉得你这个说明你这个科普尝试很深了 就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首先会想到 神经系统出问题了 或者很多时候神经系统受到这些肿瘤刺激 会出现的 病人到我们面前给我说 医生我晚上睡不了就好 我说一个耳朵 两个耳朵 就这个耳朵不行 单侧 对 单侧 他一提供这样的信息我们就知道 这个耳朵里一定有问题了 而且一定是颅内的问题 为什么说这个单侧的这个耳鸣 会比双侧耳鸣要显得严重 颅内的症实际上往往是长在一个位置 长在一个位置 如果是长在管这个听觉这个结构的附近 它就会引起这样的耳鸣 到后期引起听觉障碍 但是你说我们大脑两边 这个听觉系统是双套的 两套系统 左边一套 右套一套 你说我两边都生了这个肿瘤 生得一模一样 这种概率太小了 概率太小了 其实我们很多颅内症的这个肿瘤 引起的这些所谓的听觉这些功能障碍 它是分阶段的 比如在早期可能就是耳鸣出现了 但随着时间延长 如果你还不注意 没有发现 它会出现什么 听力功能的点退 听力功能讲 它的意思逐渐 越来差 最后就成了耳聋 我们就失聪了 就完全听不见了 而且这个情况实际上是 它是可快可慢的 有些人可能在很短时间内 从你耳鸣到完全听不见 很短时间 但是对于早期来讲 我们要敏感 如果听到这样高病的声音 多数神经系统是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口 口齿不清 喷射状的呕吐 我们讲的是口齿不清 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功能障碍 语言功能障碍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一种叫 用动性的语言功能障碍 就是我不会说话 说不清楚 或者吐字不清楚 或者我就说不成完整的一句话 对 我没法跟你交流 还有一种叫感觉性的 所以感觉性的就是 你说话我听不懂 你说得很好 我看着你 但是我不听 我会说 但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是听不懂的 之前那种好好的 对 然后突然间就是我听不懂 他说什么了 对 它会逐渐逐渐加重的 早期可能轻一点 越来越重 或者是我读报纸 原来读得好好的 我看着报纸 我眼睛能看得见的 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都不懂了 而且这个出现以后 多数都是颅内出的问题 或者我们家中树出的问题 而且很可能就是 颅内症的肿瘤了 喷射状的呕吐 这个呕吐就呕吐 它这个喷射状 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 对 比如说今天我吃东西吃坏的了 上吐下心 对 常饮 喝酒了喝多了 对 吐了这很常见的 这个都是我们影视不规律 或者是未尝到这些 故隆紊乱造成的 但是我们脑流影视的呕吐 和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第一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刚才我们讲的 它是用喷射状的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仙招的 没有仙招 不像我们原来胃肠的那种 我这个胃力不舒服 不舒服就吐了 它是前面没有任何仙招的 好好的 突然就吐出来了 可以这个吐得很远 就像在捧身的 力气很大一样的 这是它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 往往都是早晨来得比较多 就早晨睡得好好的一起床 就来这么一下 和消化过程没关系的 因为颅内那个病变 导致你要有这个动作 它可能没有吃饭 它也会吐 也会吐 对 早上起来还没吃饭就在吐 对 那这个心话是很明显的 这还是有区别的 是的 像我们很多小孩子 三岁最原本讲话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作为家长一定要注意了 你不能说好好吐 可能昨天吃坏肚子了没事 吐了两个月三个月了 家长还不吐 最后说不行 到院一看 原来真的隆重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舌头 味觉紊乱 今天我们在现场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把四杯水给你们送上来 这四杯水是有不同的浓度的 但是喝的人是不知道的 电影机前观众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 他们分别标着0% 30% 50%和70%的浓度 盐还是好 盐的浓度 盐的浓度 对 要不这个测试就让中华做好不好 好的 好吧 就是我从淡到咸依次排个序 对 它现在是乱放的对吧 对 是的 好的 我不看它是前面的数字 对 你不能看 对 我就看前面 盲喝 盲喝 我看在天上 对 好咸 这个先放远点 一杯 第二杯 第二杯 好像比那杯淡一点 淡一点 那我就往前放一点 对 往前放 对 好 再来下一杯 第三杯 好像完全没有咸味 没有咸味 我怀疑这杯是清水 我先放的最咸味好不好 对 来 这杯 第四杯 哇 这杯也好咸 但是我得再喝一下 刚刚我觉得很咸的这杯 好的 我对比一下 好 你平时 这杯更咸 更咸是吧 好咸 比那杯淡一点 完全没有咸味 哇 这杯也好咸 好 我现在排出来我的顺序了 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第一杯是清水 第二杯有可能是 你前面说的30% 后面是50%是吧 再后面是70% 答对了 全答对了吗 对 自己看一下 好棒 我为自己自豪一下 刚才做这个实验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实际上我们 就是对健康来 觉得这很简单 但是对我们一个患者来讲 就很难 实际上它疯不出了 甚至大可能看 思维感觉上都一样的 味觉紊乱 它实际上有多种表现 可以有味觉障碍 我母一个尝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就 咸的就不能识别了 举个典型单的 一个老年的女的来这儿看病 她这个儿子就说 不行 我这个老妈在家里烧菜 烧的菜现在咸的 我们根本就没法吃 她老妈说 我常常不咸啊 一点都不咸啊 为什么 她对那个咸的味觉丧失了 还可以说就是 我们叫幻味觉 就是实际上都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就是清水 但是喝上去就是糖水 喝什么都是糖水 实际上是味觉中枢出了问题 一些脑肿瘤 对我们整个味觉 这个整个系统当中 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鼻部师出现这个幻秀 所谓幻秀幻秀 实际上就是我们 闻到了不存在的味道 像这个味道 科幻上不存在的 当时你能闻到 所以这些实际上 也是一种错觉 有的人闻到的臭味 有的人闻到的香味 有的人闻到了 就是比较烧香蕉的味道 有的人闻到的臭鸡蛋的味道 不同的患者 它出现的不一样 这个就和我们中枢的 这个谁叫嗅觉中枢 受到的这个细胞不一样 影响的不一样 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这种错乱的这种感觉 临床当中很多的患者 开始的时候都不以为然的 对啊 比如说他就说 我今天闻到这很香嘛 旁边上哪里香一点都不香 他也不在意就过去了 对 然后第二天他就说 我这个怎么就闻到这香味 他这种一二再再二三 人家旁边就说 你这个鼻子是不是出问题了呀 对 或者鼻子的问题 对的 我要去检查一下了 因为我每一次 进到我儿子房间 我总是闻到 就是臭臭的那个脚的味道 那肯定是真的 那肯定是真的有脚的味道 没有啦 但是他就讲 没有啊 没有闻到啊 你们闻到吗 然后结果弟弟讲 没有啊 我也没闻到 没有 这个很正常 比如说我脚臭 在我的房间 我是闻不到我的臭脚味的 但是别人进来才可以闻到 你习惯了待久了 你习惯了呀 但是你刚才说的情况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 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在儿子房间里会闻 在这个房间 你也会闻到别的味道 它在任何一个空间 都会出现 别人闻不到的味道 都会有 不只是说说 对 就是因为 你这个嗅觉中枢是领了 是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嗅觉中枢 受到旁边的干扰 或者它本身就生毛病了 比如说这个嗅觉 这里长了个瘤子 那它嗅觉一开始就会晃秀 到最后会嗅觉丧失 那么实际上是在早期 那个如果发现早 那你就可以及早处理 这个时候往往是 我们的育后就会比较好 今天讲了这么多 其实无所谓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真正的 颅内一些病变 它都是一个预警 或者是早期都会有反应的 这不过是我们在 日常生活当中 要引起重视 不管你自己 还是家人 或者身边的朋友 你发现它有这样的问题 要继续提醒的 可能要做检查 早去感受到身上的 这些敏感的这种变化 对自己的身体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脑部的肿瘤 好 马上进入今天的 光明又加益故 配方奶粉养生小课堂 本节目是由 锁住盖好姿态的 光明又加益故 配方奶粉冠名播出 欢迎来到 光明又加益故 配方奶粉养生小课堂 今天做客 我们小课堂的营养专家 孙建勤教授 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公众号 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请教我们的孙教授 我妈天天给我 冲奶粉喝 说是补钙 我三十了 需要补钙吗 再说万一 钙补多了 长骨刺怎么办呢 首先想说呢 这位网友的妈妈 建议她补钙 这是对的 三十岁补钙正当时 因为这个骨骼呢 也是我们身体当中 一个钙的储备库 在年轻的时候 你的钙补得越多 这个钙库里头的量就越多 老的就不怕了 老的就不怕了 对了 那么到四十岁以后 其实钙是逐渐地流失的 我们的储备比较多 即便是有流失 那也可以延缓 骨质疏松 那她说妈妈每天 给她冲奶粉喝 在我印象中也是 奶粉好像是婴儿 小朋友喝的 那不同的年龄呢 奶粉它的配方 是不一样的 咱们成年人补钙 需要选择什么成分的奶粉呢 钙 磷 铁 铁 鑫 还有蛋白质 含量呢 这些都要比较全面 还有在牛奶的基础上呢 它还可以添加一些成分 比如说 比如说CBP 什么意思 CBP呢 它的中文的名称呢 叫做粗鲁碱性蛋白 它能够更好地 促进钙的吸收 也能够更好地 帮助这个钙 沉寂到骨骼当中去 万一钙不多了 长骨刺 其实呢 这是一个误区啊 骨刺呢 在医学上面呢 可以把它叫做骨折增生 因为骨盒关机的磨损 尤其是软骨 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长出一些醉生物 如果我们的钙的营养充足了 它就会减少 这个骨盒关机的神伤 刚刚那位网友的妈妈 是用奶粉啊 其实呢 有一些奶粉当中啊 添加一些 像胶原蛋白钛 胶原蛋白钛 我是头一回听说 胶原蛋白钛呢 它可以帮助软骨的修复 我们知道啊 这个骨骼要有支架 内部构成 它是一个网状的样的机构 那么这样的网状的机构呢 就需要有机的物质 在这个有机物质当中啊 80%左右呢 都是这个胶原蛋白 但有一些 比如说食物 或者是奶粉当中 要是添加了胶原蛋白钛 那它也可以促进我们骨骼当中 胶原蛋白的合成 所以对骨骼 对软骨 也有一定的 这样的修复和健康 保护的作用 谢谢孙教授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本节目是由 锁住盖好姿态的光明油 加异固配方奶粉 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 油中黄金进入于 骨骼多道米油 特约播出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 民意华阳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